看新聞 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四月二十六號的公視首語新聞 首先來關心 疫情趨緩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將在五月一日退場 而新冠肺炎也同步 從第五類法定傳染病 降為第四類 未來民眾快篩陽性 還是可以實體看診 抗病毒等藥物仍然是公費給付 至於醫療照護機構 以及救護車等兩大場所 強制戴口罩的規定 將維持到五月底再做檢視 因應新冠肺炎成立三年超過一千天的 疫情指揮中心終於要退場了 行政院長陳建仁 二十五號週二下午 親自到指揮中心聽取簡報後 點頭同意指揮中心降級解編的規劃 指揮中心將在五月一號正式解編走入歷史 指揮中心退場後 新冠肺炎也將同步從第五類法定傳染病降為第四類 跟流感一樣 實名制家用快篩劑也將跟著退場 外界關心 未來民眾去診時該如何就醫 指揮中心表示 快篩陽性民眾仍可到醫療院所實體看診 口服抗病毒藥物及清冠一號等藥物仍然是公費給付 至於公費新冠疫苗 民眾還是可以到各合約醫療院所接種 但是五月一號起 醫療院所可以收取疫苗接種掛號費 而口罩令部分 目前僅剩醫療照護機構和救護車等兩大場所必須強制戴口罩 政策將維持到五月底再進行檢視 記者來說明 長龍翔 臺灣報導 讀報時間來看到 自由時報是報導 臺灣豬肉外銷再下一城 依照我國駐菲律賓代表處最新資訊 菲國已經核准我國六家屠宰場 生鮮豬肉可以銷往菲律賓 聯合報則是提到了 臺灣民族黨副主席楊智淵 去年八月在中國遭到當局拘留 星期二 中國檢方已分裂國家罪名 正式批准將他逮捕 陸委會呼籲中方禁訴放人 並且批評中方 自意逮捕臺灣民眾 嚴重傷害國人的權益 再來看到中國時報是 聯華食品公司位於彰化北斗的工廠 昨天上午發生了火警 造成欺死十五傷 而由於火事是從二樓串燒 大部分的作業員躲在四樓冷藏庫 消防局指出 冷藏庫的門口 只有塑膠門簾 根本無法抵擋火事和濃煙 才會造成嚴重的傷亡 工廠位於北斗鎮 起火場區為四樓RC建築物 總共有二十二人受困 分別為二樓調理區七人 四樓包裝區十五人 消防員不斷進出火場 一一將傷者背出來送醫 但有十人當場沒有了生命真相 初步研判起火點在二樓調理區 火事在七點五十分控制 九點十二分撲滅 消防局透過熱顯像已發現 當時火事顏值管線一路竄燒 監測圖像呈現一片紅 更令人驚訝的是 大部分員工都選擇四樓的冷藏庫 作為避難場所 以為低溫有力逃生 但門口的塑膠門簾 毫無抵擋火焰與濃煙的功能 恐怕是造成重大傷亡的原因 這個食品廠的那個冷藏庫 它其實是不是有門的 我就是同仁給我的相片是拉臉 拉臉的狀況 所以拉臉是擋不住任何火焰的 蓮華食品彰化廠一九九一年設廠 目前主要生產便當飯糰 麵類壽司手捲三明治 等鮮食產品給超商客戶 蓮華公司二十五號下午召開 眾訓記者會 強調該廠年營收十九億元 占全公司百分之十八 由於已經被職安署勒令停工 將由另外兩廠區支援 目前會全力協助商網員工處理後續事宜 即刻要求本公司所有單位 各廠區檢視作業環境 強化所有相關標準作業流程 治安署表示 蓮華彰化廠設廠至今 並未發生重大公安事故 但對廠區消防規劃細節 蓮華公司皆稱交由檢警調查 不過消防學者表示 一定規模工廠都會有消防防護計畫 並設有自衛消防編組 前每半年演練一次 但臺灣許多工廠業者都是交差了事 火災一發生 才會發生員工靠本能直覺選擇避難場所的情況 學者認為政府應該嚴格督促查核業主的消防演訓狀況 真正落實消防防護計畫 才能避免憾事再發生 至於二十二名勞工都有投保勞保及職業災害保險 彰化先勞工處將協助申請死亡與喪葬補助 記者有明方龍桃林健生 彰化報導 火災發生突然 如果火場是在工廠或是賣場等大型場域 該如何自救呢 家房主則建議照著逃生指示燈來逃離 原則上方向要向下以及向外 而心態也要調整好保持冷靜 整個鈴聲前櫃大火 鈴聲前櫃大火 多年前 前櫃鈴聲店突然發生火警 民眾連忙逃出 不過人釀成六人死亡 金鵬桃園場二零一九年暗夜 竄火蛇奪走七條新命 火警事故實有所聞 根據消防統計 火警事發地 工廠很常見 排在第三名 民眾外出貨工作 進到這類大型場域 遭遇火災時 逃生有套SOP 除了看逃生指示地圖 日常要養成 不幸遇火災 消防署建議 大聲施警後 沿著緊急出口路線指引 逃離火災現場 大部分原則方向要向下 心態調整好 盡可能保持冷靜 不過除了靠民眾自救外 業者及時應處 也不可或缺 企業成立自衛消防編組每年進行演練 模擬火災發生時能夠短時間應變 中央要求民間力行性訓練 目的在於火警出現時可以即時發揮功效 對降低災情大有幫助 無論企業或個人消防觀念要提升 工作或有樂 掌握好逃生準則 畢竟火災往往來的突然有備無患 記者傳統國良新北報導 行政院研擬擴邊警政署保二總隊 強化保護關鍵基礎設施 要培育戰訓種子教官 接受國防訓練 目標是要訓練五千五百名員警 具有反恐 屏戰轉換的能力 但是被質疑 保二總隊成了第二陸軍 對此 內政部長林佑昌強調 警察不從事軍事行動 警方維安特勤隊以優勢武力制服歹徒 這是臺中捷運反恐訓練 傳出行政院 研擬擴邊警政署保二總隊 加強維護關鍵基礎設施 要培育一百二十名戰術訓練種子教官 接受四周的國防訓練 之後訓練五千五百名員警 具有反恐及屏戰轉換能力 遭質疑保二總隊成第二陸軍 警方不會去從事任何軍事的一個工作跟行動 相關的一個這個規劃跟訓練 我想都是為了關鍵基礎設施的一個防護 根據研擬的六大訓練項目 包含各式兵器教練 手榴彈 實彈投擲 小部隊戰鬥 近身戰技和城鎮戰射擊訓練等 共一百六十小時訓練 目標曾任特殊警力或維安隊的現任或儲備助教 四十五歲以下不分男女 但臺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憂心 可能會排擠到警察原先專業訓練 也有基層質疑 福利制度是否要比較軍人 學者分析 戰時軍隊要全力抗敵 部分支援任務需要有另外的武裝部隊來協助 警察納入軍事訓練 戰時軍隊要全力抗敵 部分支援任務需要有另外的武裝部隊來協助 警察納入軍事訓練 就可以提供輔助 包括像治安維持 包括像關鍵基礎設施的防護 包括像是藥人的保護 可能會需要有另外的武裝部隊 學者提醒警察署內政系統 軍隊是國防系統 平戰轉換時指揮鏈如何整合協調更是挑戰 不過林佑昌表示 戰時有戰時體制 不會有問題 記者陳立峰 蔣隆翔 翁榮 郭俊麟 臺北報導 二零二一年四月 臺鐵太魯閣號撞上滑落軌道的工程車 釀成臺鐵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死傷事故 臺鐵去年底開始建置電子輔助瞭望員 列車接近的時候 臨軌作業人員身上的感應器都會震動提醒 而這套裝備已經在全臺七處完成安裝 偵測到列車靠近 電子瞭望員發出刺耳蜂鳴聲 同時 臨軌工地的工作人員身上佩戴的感應器也會震動提醒 避免因為工地吵雜 忽略列車即將接近 臺鐵在太魯閣事件之後 全面檢討臨軌工地管理 去年開始和高雄科技大學合作 開發出能及時感應偵測 並提醒的電子瞭望員裝置 開發單位考量 臺鐵領軌工程複雜多樣 因此通訊設計採雙軌制 一旦電信系統收訊不佳 還可仰賴無線電波發射 維持通訊順暢 臺鐵目前在全臺七大公務段 先選出七處工地來建置 不過電子瞭望員 取輔助人工瞭望員的備員系統 短期內 不會取代人工 預計在二十二秒的一個 一個反應的一個時間 那這二十二秒依據我們列車最高速度一百三十公里來計算的話 我們這樣子一個計算 我們會在我們的偵測的儀器的部分 會設在大約距離工地八百公尺左右的一個範圍 那在這二十秒的一個時間 我們工地可以有足夠的一個反應的一個時間 電子瞭望員裝置可因地置疑 固定在電竿或是平面牆 也可以佈設在腳架上 若靈軌工程在車站內 也會像這樣再設置一處接收器 臺鐵表示 目前電子瞭望員系統已經完成測試 後續將制定標準作業程序 今年底前逐步導入靈軌工程 若施辦效果不錯 就會擴大建置 記者綜合報導 在花蓮 有民眾騎車經過市場 旁邊跟前面都是微停的車輛 而另一邊又是雙黃線 猶豫停下來兩秒 沒想到回家就吃上了五百元的罰單 相當冤枉 而警方表示 對於罰單有疑義 可以透過申訴管道來處理 騎車經過市場 行車記錄器拍下一二三四輛車微停在路邊 機車騎士應聲聲被雙黃線和微停車輛 夾在中間 停下來猶豫兩秒 回家就吃上並排微停的五百元罰單 但明明就是前方車輛違規在先 如果發現違規停車檢舉影片必須確認連續三分鐘 但短短兩秒就被開單 民眾不甘心莫名受罰 遇到這樣的情況該怎麼辦 警方表示 民眾可以檢舉相關資料 倒管轄監禮機關申訴 同樣也是在花蓮建國路和中山路路口增設右轉專用車的 民眾常違規跨越雙白線右轉或者是誤入右轉道 再跨越雙白線 去年九月開始警方設置影像科技執法 光是今年一月到三月就開出兩千五百七十二件罰單 除了加強宣導 警方指出科技執法確實奏效 相較去年同期此路口事故件數減少百分之三十七點五 並強調墓地不在於舉發而是降低事故發生率 記者溫家凱 諸峰之無期稱綜合報導 南部缺水 增穩水庫的蓄水量已經低於百分之六點五 也讓大壩的右側出現了類似古希臘援助式特殊的艦體 水利署表示 這是為了要穩定水庫防禦隧道的結構體 而全國只有在增穩水庫可以看得到 苦水期的時候才會出現 增穩水庫干涸面積越來越大 截至二十五號下午 增穩水庫水位一百九十點二三公尺 蓄水率降到百分之六點四一 即使加上烏山頭水庫 兩個水庫蓄水率也僅百分之十五點一 南化水庫蓄水率也持續下探 顯示南部水情仍吃緊 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也不斷滾動式調整 水位下探也讓全台獨有的特殊艦體出現 只要在周邊觀景區 就能清楚看到大壩右側 這類似古希臘援助式的艦體 南水局表示 這是增穩水庫防禦隧道橡皮飲水鋼管外附的構造物 功能在穩定橡皮飲水鋼管 也能在遜期時增加洩洪量 在水位飆高一百七十到一百九十公尺之間 風水期會被淹沒 這處艦體參照增穩水庫地形於民國一百零三年建造 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完工啟用 平常水位高時看不到 只在枯水期浮現 水位在下探 艦體外觀會更完整 也能成為水情觀察標的之一 記者綜合報導 為了打擊房地產投機炒作 立法院一月三讀通過平均地權條例修法 內政部長林又昌昨天預告五項執法 而當中的重點包括了 明定檢舉獎金制度 還有司法人的購物採用許可制 同時會公布預售屋轉售限制的例外條款 內政部次長花敬群表示 預售屋換約限制 可以不肅僅既往 平均地權條例子法今天預告 內政部長林又昌指出 其判得過最小手段實現住宅和土地爭議 預售屋的市場因為不能夠交易了 所以未來可能會比較傾向是一個 自助買盤的格局 都有助於在過去相對過熱的預售市場 短時間之內達到冷卻的效果 那也可以讓市場逐漸恢復正常化 房仲專家預估未來預售買器 可能會低檔盤整一段時間 政府為了打炒房 未來將建立吹哨者條款 檢舉實名制 檢舉獎金比率為最高 實收罰還的百分之三十 每案獎金不超過一千萬 不過針對司法人禁止購物等限制 引起房產開發商認為有違憲之餘 商總主席賴正宜表示將在半個月內提出 釋線案 仔細看未來在司法人購物 都得採許可制 包括宿舍使用不可超過員工人數 據規模的出租 經營使用也得經過許可 但如果是法院拍賣或都更 則免經許可 另外限制預售物換約轉售 也有例外條款 如果是非自願失業 超過六個月內未就業都能進行轉售 而配偶直系寫情間的轉售則不用申請核准 只是預售物換約限制不溯及既往 引起外界批評開後門 內政部作出回應 社會有過一些討論 那大家一開始會覺得說 好像是開了後門 但是後來才發現 其實是為了關後門 目前的這個做法 其實是你只要在實施之前 你買的預售物都還可以再轉售一次 那這個其實是違背母法授權的 其實就是給一些投資客一個逃生的門 平均地權條例草案 今天下午五點開始到五月十五號 會預告二十天在報行政院 核定母法的實行日期 期盼能藉此落實居住正義 記者原詞謝正麟 陳立峰特別報導 立法院今天將要審查 雙語國家發展中心設置條例草案 不過教育現場是怨聲載道 已經有團體呼籲停止雙語政策 現在網路上已經有超過七千人臉數 行政院長陳建仁指出 推動雙語政策 並非需要把英語列為國家第二語言 母語和英語都是重要能力 需要兩者並進 才能讓臺灣永續發展 嚴正的呼籲國會明天應該要聚審 教育團體和學者再次呼籲 希望立法院暫緩二十六號要進行的雙語 國家發展中心設置條例草案的相關審議 兩天內超過五千人的一個連署 那在這樣子充滿疑慮 所有人反對的一個情況下 禮拜三也就是說明天 司法法治文會竟然還要排審 這個雙語國家發展中心的設置條例 由教師舉例 一些科目的概念和重點 用母語都不太好理解了 更何況是使用英語學習 而教師的訓練和背課又是否充足 也都會影響到教學進行 還有學者認為AI科技進步 很多業者都發展口語同步翻譯 如果政府重視母語 就應該有所行動 行政院長陳建仁在臉書PO文表示 政府通過了國家語言發展法 希望各種母語都可以傳承發展 而成立專責機構也是在必行 同時強調並不是要把英語 列為國家第二語言 因為母語和英語都是台灣 進入到下一個階段的重要能力 需要雙語並進 台灣才能永續發展 政府不會有所偏匪 記者曹彥均先起文 台北報導 國際消息來看 美國總統拜登 臺北時間昨天晚間六點 正式宣布角逐連任 表示讓我們把事情做完 而早已經準備參選的前總統 前美國總統川普 則是發布影片警告 拜登正把美國帶到第三次 世界大戰的邊緣 美國總統拜登正式宣布競選連任 在受到民主黨重要支持基礎 建築工會的熱烈歡迎之際 順勢把自己上任以來 在建築業創造數以萬計的就業機會 定有他簽署法案的支持搬上檯面 過去兩年多來拜登獲得國會批准數十億美元聯邦資金 對抗新冠疫情並嚴加勘管自一九六九年以來最低失業率 但也遭遇四十年來最嚴重通膨危機 今年八十歲的拜登走就表態再戰二零二四 然而選民眼中年齡卻是問題 二零二四年他八十二歲 第二個任期結束為八十六歲 比美國男性的平均壽命高出近十歲 當天前總統川普也對拜登的宣布有所回應 在所有共和黨競爭者中 川普的黨內支持率遙遙領先 川普拜登可能再度對壘 根據路透社易普索一項民調 約有一半的美國民主黨人表示 拜登不應該尋求連任 此外美國民眾對拜登與川普二度對陣 沒有什麼興趣 約三分之二受訪者不希望兩人二零二四 再出來選 公視新聞黃綿磊別議 關心天氣 接著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的公視首語新聞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天同一時間再會 開始